嗨 大家好 我是奥威 那上集大家都知道静电是什么一回事后 这集就讲讲它的预防和消除方法吧 当然还没看的朋友就记得到右上角或是下方的链接看看啦 还有 能不能为我第一次这么快速更新按个赞 或是在下方留个言也好 好 非常感谢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 增加空气的湿度 一般上 人体静电不一定只有通过物体释放 空气中微小的水分子 通过和皮肤的接触都可以转于一部分电子 所以就算在生活中产生的静电 都会不时地通过空气流通掉 所以人体放电的情况就会比较少见 但是 如果空气湿度很低的时候 人体的静电就无法透过这些空气流通电子 无法导出或导入的电子就困在体内变成静电啦 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静电时常都会在 干冷的冬天或是冷气房里发生 第二 茶乳液 大家有没有发现 往往皮肤干燥的人 更容易发生静电反应 这和上述说的也是同样道理 也是因为缺少水分的表皮 使到电子无法在空气传导的关系 所以保持皮肤的湿润 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啦 当然谁也不想有事没事就去洗手的吧 所以解决方法就是 擦一些保湿霜或乳液 就可以保持双手的湿润啦 第三 穿棉制衣服 于合成纤维皮毛纤维的绝缘体材质 都比较容易摩擦导致人体电子溜进衣物里 而且还是牢牢的把电子困在衣物里 不让它们回到人体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冬天更容易起静电的原因啦 而为什么要选择除棉的衣服呢 因为棉的清水性很强 这同样是水分只能倒走一些电子的关系啦 说来说去都是预防的方法 那消除的咧 好 我知道对于有些真的被静电困扰很久的朋友 以上的预防方法对他们来说 只能是小小的帮助 那有没有更直接消除静电的方法呢 有 而且非常简单 就是碰门把钱先碰一下墙壁 这样就能消除当下的静电了 是不是觉得简单的有点不敢相信呢 等等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由于刚才没有提到 虚实砖头属于半导体 它是可以导电 是吗 在学校里的电路实验砖头都不会导电啊 的确是这样 原因是电路实验一般都是使用干电池来发电 虽然干电池电流大 但电压很小 所以没办法让砖头导电 但是如果高电压的情况下 砖头也是会导电的哦 别小看这些小小的摩擦的领机 人体的电压可以高达几百到几千伏特 超过一般家里插座电110伏特的好几倍 我们都可能快要变皮卡丘了 当然别担心 由于人体电流小和放电时间非常短 所以不会有电死人的情况 回到墙壁这里 由于它是半导体 电子不会急速的传导 所以不会有那种跳跃出电的感觉 而它是慢慢的让电子流入体内 或是电子通过墙壁回到地面上 视情况而定 如果大家有测量仪器 就能发现通过摸墙 人体的电压会慢慢减落至零 所以摸完墙后 再摸门把就没事了 但是我有试过摸墙 为什么有时有效果 有时却没有效果呢 你看 是因为现在很多室内墙壁都是乳胶器粉刷的 导电性不佳 就好像你往塑胶墙上一摸 根本就没有达到放电的效果 当然在摸门把时就被颠倒啦 那还有什么方法吗 如果是遇到周围没有墙的情况 比如说是要关车门的时候 那可以选择吃条踩地 或是摸地面也是一样 因为地球其实本身就是个安全大导体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避雷针的设计 最终都是把电流引流到大地 避免雷直接劈到物体上吧 可是赤脚倒地很脏耶 而且拖鞋也很麻烦 虽然我没有脚 好 事实上还有一招 也就是用木制品 木头其实也是半导体 常有进电放电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个木制品 一如木制的车钥匙吊饰等 只要手握住木块 然后再往金属接触 大概几秒钟 电子就会慢慢地通过木头传导过来 等平衡后再触碰车门那就没事了咯 哦 原来还有这一招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体验 或是自己独特的放电方式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 好啦 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不错的话 记得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也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 最后当然是订阅和小铃铛啦 那所有好玩又有趣的小知识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咯 我是阿伟 那下集见